一场秋雨一场寒,真冷啊今天,给我来块牛腩姐,多了多了,少来点,再少来点,好嘞,再来两条牛油吧,一百六,好嘞,装一条小姐。 哈喽,大家好,我是班子,一场秋雨一场寒,今天是特别冷啊,下午出去,买了一条牛腩,两条牛油,今晚的宵夜,港式火锅,大鞭炉。 牛腩牛油改造成大块,这块牛油是牛羞孔部位的,吃起来是那种特别清脆的感觉,而且一点都不腻。 这条牛腩是又大又肥呀,上面都是筋膜。 葱,姜,牛二,加水,把牛肉焯一下。 咱们先来做个酱料,芝麻酱,花生酱,一勺猪猴酱,蚝油,鸡汁,两块酱豆腐,加水,给它卸开。 起锅烧油,大葱生姜,炒好的酱料,牛肉,生抽,牛味,胡椒粉,鸡粉,冰糖,来点盐。 加水,烧一个半小时。 咱们来准备点配菜,搭拍萝卜,切滚刀块。 土豆,切薄片。 香菇,打实的花刀。 哇,这个牛肉。 在室内,咱们就不点烫了,直接用这酒精炉吧。 港式火锅,打鞭炉。 吃这个东西,它暖和呀。 我还做了一个蘸料,生抽,香葱,小米辣。 哇,先来块肥的吧。 你们看,这块就是那个牛胸苦油。 我来尝尝啊。 脆脆的,很香,而且一点都不你。 嗯,就是有点热。 你们看见了吗? 牛肉,还也是这种筋头八脑的,有肺有兽。 这样吃起来才香呢。 这个,紫色的这个菜,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 反正还挺好吃。 我把这一谦吃,当会是什么什么? 这个叫什么东西 多喝 这不见诚练充一个 它就对下 GET 吃饱了吃饱了才发现 这个汤原来才是打变炉的精华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